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,桃园三级棒球今年在各项选拔赛表现优异, 8月将分别参加美国小马联盟帕马级世界轻棒锦标赛, 世界少棒联盟次轻少棒锦标赛,亚洲少棒锦标赛, 市府教育局30日举行授旗典礼,市长郑文灿旗许教练及选手能发挥实力, 再次为国家及桃园争光,中华民国棒球协会理事长郑仲亮也现身, 补助代表队出国的机票、膳食以及集训所需经费, 免疫球员要团结一致,也要注意不要受伤。 其中,平振高中勇夺王真至杯全国轻棒锦标赛冠军, 荣获参加2018美国小马联盟帕马级世界轻棒锦标赛国家代表权, 8月2日至10日将至美国德州拉雷多参赛, 新民国中勇夺2018世界少棒联盟次轻少棒锦标赛亚太区代表权, 8月10日至22日将至美国密西根州参加世界赛, 桃园市少棒代表队, 由大勇国小组队, 勇夺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锦标赛, 8月13日至19日将代表参加在台北市举行的 2018地世界BFA-U12亚洲少棒锦标赛。 郑文采表示, 桃园市三级棒球实力坚强, 他代表市府授予三支队伍旗帜并颁发集训兼共270万元, 也感谢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对国家代表队的支持, 补助出国机票, 膳食和集训经费, 勉励三支队伍都能在比赛创下佳绩。 郑文采还说, 棒球运动从日治时期引进, 累积三、四代人的共同记忆, 过去那个较为贫困的年代, 大家看黑白电视或听广播关心棒球, 棒球凝聚了台湾的共识, 国家的希望, 也看到自己的潜力, 是台湾发展的共同记忆。 桃园是棒球的摇篮, 棒球风气盛行, 各校棒球队实力都很坚强, 甚至棒球选手尚未毕业就被职棒队伍网罗, 成为职棒的新秀。 升格后, 市府整建或增建六座棒垒球场, 桃园支持体育, 让选手有舞台, 让台湾被看见。 平镇高中教练吴百洪则说, 从5月开始到目前都一直在练习, 由于美国当地高温, 我国选手可能要克服气温等条件, 包括现任桃园市体育会榜球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市议员谢章文, 教育局长高安邦等人也一同出席活动。